歡迎收看胃泉TV 我是胃泉小廚娘安娜黎 今天我們要製作的是柴魚和風鮪魚飯 使用的就是胃泉脆釀醬油露 那今天為我們掌廚的師傅就是黃文明師傅 掌聲歡迎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師傅你好 那首先就幫我們介紹一下今天要使用的食材吧 那首先我們要準備的這些的食材 那首先我們要準備的這些食材 這個醬料其實也很簡單 那我們這個醬料都應用到米酒一瓶 還有我們的純淡醬油就是400cc 那還有我們的麥芽 那我們把麥芽倒進去 然後我們在提煉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段時間 差不多一個小時 那我們提煉一個小時之後啊 到最後我們就放入這個柴魚 這柴魚放進去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加這個芝麻 那連續放這兩種醬料好的時候 我們等這個醬料稍微有一點冷的時候 就像這樣醜醜這樣 因為它這裡有麥芽成分 所以它感覺出來就是比較黏醜 待會我們在製作這個和風柴魚飯的時候 它會比較黏著在這個飯粒上面 對啊師傅你剛在煮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好香的味道 我可以稍微嘗嘗看嗎 可以啊你稍微嘗嘗看 這味道還是不錯的 試看看 我剛剛有洗手喔 對對對 絕對沒有問題 怎麼樣 真的耶 甜甜的 而且有一種那種回甘的感覺 對對對 而且真的有一種日本的味道 對對對 除了用這個特別好的醬油之外 因為我們有這個柴魚跟芝麻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所以它整個日本的風味會特別重 好我們在切這個生魚片的時候 我們就切直立的就可以了 切完之後我們再把它切丁 不用切得太細也不用切得太大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在這個容器裡面 好 外面包著的這個保鮮膜 待會就是方便它倒之後 放進玉盤子的時候 它不會連鎖在這個杯子裡面 我們把這個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放一點白飯 其實這個整個醬油它除了那個醇量 它不會有那種死甜的味道 因為在做料理 如果太死甜了死鹹的話 它做到料理做到最後 就是很難下咽不好吃 那你甘甜甘甜的時候 你在整個這個醇齒裡面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回味的感覺 那我們把它放在這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跟它稍微點綴一下 我們有帶這個手工的那個面線 差不多三條固定剛好 對 我們放入油鍋的時候 對 放進去就可以了 感覺好像你可以塑形的感覺 對 我們就是要把它塑形 然後我們就用筷子這樣子 稍微拉起來 對 而且這個面線搭配這個飯 相當好吃 它不只是磐絲而已 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稍微用手捏一下 然後你就把它插上去就可以了 哇這樣看起來很像一個薄筋包還是什麼 對 就是這樣是不是一個 名牌包包 呈現一個籃子的感覺 我們可以首先先放一點那個蔬菜 你把它加一點點上去 一點點這個 一點點這個就好 對這個一點點 然後放在那個生意片上面 輕輕的放了 那我們就放一點紅色的東西 直接放上面嗎 點這個上面就可以了 對 你再把我們的鮭魚卵放在上面 也是直接放上去嗎 會不會掉啊 就是要讓它掉下去 讓它很自然的掉下去就好 我們這些料都已經上去了對不對 我們已經完成了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我們就是剛好我們調起來那個 純天然這個醬油對不對 我們這個醬料 我們就從上面這樣子淋 好 讓它隨著這個 感覺這樣子滴下去就可以了 哇感覺像作畫一樣 藝術品的感覺 對 對 盡量能夠拉線這樣子 對 而且它整個現在就呈現一個很和風的感覺 對 那最後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是把最高級的地方呈現出來 就是這個金箔 對 畫龍點睛 對 哇 你看這蔬菜都高級起來了 真的看起來很厲害 好那就完成了 我們這一道 才與和風為一半 完成 耶 開心的是吃時間了 吃時間 對 雖然它美跟藝術品一樣 但是師傅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壞下它了 還是要動手 いただきます どうですか 好吃 そうですね 而且因為它的那個味道 除了香之外 它有一點那個 甜甜 乾乾 那種會回甘的那種感覺 對 而且因為剛才就是師傅你有用那個麥芽 就是加下去調 所以它有一點那種 一點點這種黏黏香香的那種 會在你的那個牙齒上面 整個黏附它那種香味 真的很好吃 對 而且呢除了這種一般用的 脆釀醬油麵之外 還有 對 還有 最大品 最大品 所以請各位呢 就是我們餐一夜的先進呢 也可以呢 多多支持 各位師兄弟們多多支持